大家好,我是Brent 这个大盘呢 今天三大指数是一个震荡的行情 那现在气质又重新开盘了 看不见收盘的价格 但是记得是纳斯达克呢 今天是收涨的 但是到群斯收跌的 标普的横盘没动 标普虽然横盘没动呢 这个Wix指数跌了5% 所以走的就比较乱 确实是有一点点乱的 虽然呢 今天市场是一个反弹的行情 但是你看纳斯达克 连那个8周期均线都没碰 所以这个离反弹的距离啊 还是很远很远的 非常遥远 那我们接下来 这个大家肯定想知道 明天的这个市场是一个 什么样的走势行情啊 我也不知道 因为明天呢有CPI 如果刨除掉CPI的话 有一点点还可以继续往上反弹的样子 因为呢今天 这个5分钟啊 30分钟的这个结构呢 好像是有一点点在这里徘徊的样子 至少止跌了 局部上是止跌了 然后同时呢 日线图形上 也是达到了这个偏下延边的一个位置 但是明天CPI 充满着位置嘛 东部时间的早上的8点半 西部时间的5点半 CPI数据会公布 那么CPI的数据很重要 今天早上有两位美联储主席讲话 一个呢是讲的比较好听的 就是像这个沃克呀 之前美联储的主席沃克 他们那个年代里面呢 快速的加息 是因为美联储的信誉不够 但是今天的美联储 不太需要这样去证明自己 所以他们没必要那么快加息 但是呢 还有个美联储主席呢 就是说现在是把通胀弄下来 是他们主要的问题 支持快速加息 所以有好有怪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市场 今天呢就在这个地方上下的震荡 我们昨天节目当中讲了 就这个市场呢 动不动就容易跳空上涨 昨天晚上这个中国这边的 人民币反弹中概股的这个A股上涨 所以导致呢 美股期指盘前的也在这个地方走高 但是开盘以后就不太好 就开始往下掉 反弹呢也没拉上去 好在我们一直也没有交易 其实你不敢做 其实今天即便早盘一路的往上涨的话 我也不会去追这个涨的 已经都跳空上涨了 你昨天不敢留 今天再去追跳涨 那怎么能行呢 但是昨天呢又确实不敢留 因为随时随时都有可能向下去跳跌 这不持仓过夜 我觉得是一个 最近一段交易里面比较安全的一个事情 我反正是不敢持仓过夜 所以呢 早盘这一波大幅度的下跌呢 我也不敢做空 这个有的时候讲逢低买入 有的时候讲逢高放空 这个不是随便一讲的 逢高你得高到压力点才敢放空 这个纳斯达克呢 今天30分钟的级别 好像是达到了50周期均线 但是他直接拉上去了 我也不太敢做空 反正就是早盘没敢动 我们就日内观望了一下 观察了一下呢 在这里做横盘 做横盘整理的时候 我们才敢说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倾向于往上涨 所以但是呢 我们还没敢下手 所以我跟会员讲的是 这个地方如果是一直整理啊 如果能突破上去涨上来 我会在这一块呢 去做空 这样是 所以这是第二步 第二步的前提呢 得有第一步 这个地方先突破才行 那我们就一直在等第一步 我也没敢尝试第一步 等确认了 确实是涨起来的时候 打到了压力点 拉过来的倾斜压力点的时候 我是在这个地方进场 来做空了这个大盘 所以也是就是我们早盘的 就今天的唯一一张单 只做了一笔单 早上的时候在买了三百股 这个怎么找不着了 买了三百股SQQ52块6毛2的时候 就是这一块 SQQ SQ做空大盘 就是反过来那个位置 不行 还是得看NQ 反过来我不会看了 就是这一块的位置 我们是做空了一下 然后后来它又往上涨了 不断的在这个地方往上涨 我们就加仓了一下 又加了二百股 那今天我和Jackson 做了一模一样的交易 所以你看我俩的喊单 都是同时间段发出来的 他也加仓了 后来我也加仓了一下 二百股SQQ51块8毛2 这样的话 一共我们拿了五百股 因为这个地方再加仓 其实并不是觉得说 它就一定会下跌怎么样的 而是说这个地方加仓之后 我只要把止损 放到今天早盘的高点就可以了 理论上来讲 它今天是不可以去突破早盘的高点 如果能突破的话 代表后市还会有更猛烈的上涨 可能都要反手做多了 所以这个地方再加仓做多 联合上这个地方的进场 主要的目的是 看到了一个止损点 你说如果这个止损 今天不是在这里 不是在这个一万两千五百四十 而是在进一步网上 可能是在一万两千七 我是不会去买这个SQQ的 所以做的就是这样一个 下跌之后的震荡 一个反抽 然后再下拉 打回到这个支撑平台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后来我们也还验证了 后期的止盈 就正常性的 先止盈了300股 53.27 剩下200股 最后受盘前的时候 53块8毛5 把他们给卖掉了 就把整个仓位就给清掉了 刚才好像没有分享 这个telegram 就是这个telegram 买了300股sqq 然后加仓了200股 然后只赢了300股 最后清仓了 昨天的时候 我买了tna 你像昨天我买了tna 买了facebook 如果我留下来的话 今天早盘的收益更好 但是没敢 不敢过夜 而且昨天还是把仓位给止损掉了 昨天的tna 这个也和大家分享过 昨天是这个地方买入的 然后掉下来 在这块给它止损掉了 所以止损的也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不敢去持仓过夜 就是我昨天买了650tna 38.75 然后37.74的时候 把他们给止损掉了 理由昨天写的就是隔夜风险太大 无法衡量隔夜的风险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讲了这么多 没有什么接下来几天的交易方向 因为CPI都是悬而未定的事情 我们也不知道 我就把我今天日内的交易 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这是一种形态 就是从高点掉下来之后的 这种突破是一种形态 但是一般的突破 不会过倾斜的压力点 所以这一块应该算是 一个比较重要的压力 所以它还是往上走了一波 有点点强势 但是我们加仓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说 它就是要看跌 多么强烈的看跌信号 而是说止损点是好找的 我只要管把早上的高点 做一个止损 我就可以在这加仓做尝试 这是背后的一个原理 行 然后黄金原油 这些都不讲了 就是在那个地方震荡 没有什么太多的方向 一起来看明天的CPI数据 但是有一点 咱们还是要关注一下 就是这个VIX指数 确实是有一点点的不太好 昨天我做节目的时候 和大家分享 标普的流动性 场内的流动性 是有问题的 我就给大家看了 那么几张图 我建议大家回去再看一下 昨天的那个视频 它是标普的价格 除以 add in the money的 这个volume等等的 都是接近了前线的 这个很重要的低点 其实呢 往往达到这个低点的时候 之前都是反转了 都是大幅度的上涨 证明流动性不好 市场可能需要 美联储呢 有一点点 鸽派的态度 来拯救这个市场 挽救这个流动性 但是现在的这个 我觉得美联储很难收手 美联储的加息的动作呢 可能还是会继续进上 因为相比较 美国股市来讲的话 美国更在意的是国债 如何挽救现在 更这么糟糕的国债 是他们应该 比较在意的事情 今天国债收益率呢 进一步下挫 那国债的价格 国债进一步的向上去 走高走的不是太高啊 但是我是觉得国债啊 国债已经见这个低9了 应该是 我觉得趋于见底 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 可能是3.0左右 这个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我感觉 我是这么认为的了 所以国债的价格 我比较看好 我担心的就是 美联储即便有隔牌 市场的资金 也是优先选择国债的这个位置 所以呢 我近期吧 我是比较看好国债的 如果近期都看好国债 那么远期肯定必然也是看到国债的 这是没有悬念的事情 所以我感觉国债的 区域逐步见底 行 这个是大盘国债的这个走势 所以未来呢 一旦美联储可能碰见鸽派 就像前一段时间一样 结果大盘却没往上涨 很有可能是资金去了国债 流动性的可能先以国债为主吧 但是呢 国债好了 大盘自然也慢慢的就修复起来了 但是这都是需要时间的 明天如果日内还要走弱 我认为还是要大胆做空 我们脑海当中的不能光想的做多 如果明天日内还是有偏弱势的吉祥的话 或者这么讲吧 只要不去突破一万两千五百二 逢高都是可以考虑帮空的 但是一旦突破了一万两千五百二 就不能再继续持有了 这是我的观点 然后看见空头的时候 还要是改去做空的 如果突破了一万两千五百二 如果是跳空 因为CPI好 跳空 那我们要重新观察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突破一万两千五百二 这慢慢悠悠的涨上去的 我觉得也是可以做多的 继续看往八天线 这个一个反弹 八周八天日线的这个压力点反弹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然后周日 这次老师的这个讲座 大家扫尔为满报名 好吧 禅论的课程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OK